中国人的浪漫 与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相伴相生 长在土地上 碾在桑马里 而这种刺绣 它带着岭南的风情和技法 构成了世界对神秘东方的文艺想象 南岳王杨贵妃 伊丽莎白女王都曾种草 东土西洋 她从不缺乏粉丝 她 她就是月秀 我是黎贝卡 人类对美的追求从不止步 寻找湾区民间文化力量 月秀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含金量 这个刺绣真的有金 广秀和潮秀并称月秀 位列中国名秀F4 针脚细密只是机操 金银丝绒皆是笔墨 绣品纹理跳动澎湃 花鸟虫鱼生机勃发 立体效果不完须的 立体效果不完须的 荔枝在戏台上也在穿戴里 29岁的梁小曼 手中针法的岁数也将集击 这位年轻的广秀行家 飞针走线毫不含糊 正埋头绣着她的新作 荔枝是岭南最名言的标签 也都是月秀中常见的题材 在手法上我们会更加注重 脱突感和立体感 1200多年前 从岭南飞奔进长安城的 除了新鲜荔枝 还有月秀 在一果一合 一针一线中 千年前的长安人 仿佛也吹到了岭南的热浪 75岁的康慧芳 仍走在这股浪潮的前端 七巡弄潮儿 正埋头绣着潮秀的经典内容 金龙 在针线下垫棉绒 是属于潮秀秀娘的绝技 小龙的脑 我就是用米花来给点购 小家年车 我用这家车来给它搭起来 我只怕小弟 帮我给它唱的 我帮我特教我给它要求 来为生 历史上的月秀一直是宝贝 宝贝这些宝贝是种什么体验 广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保管员易娜 是离这些宝贝最近的人 这些老祖宗们气势不俗 这种披肩当时从十三行卖给西方人 他们管它叫马尼拉大披肩 丝制品很娇贵 对温度 湿度 光线都很敏感 合理控制展厅的温湿度 光强度 和防虫防媒条件 才能保存好四支品 在中国刺绣朋友圈里 月秀的航海里程一记绝成 在清代一口通商时期 中国扇子 屏风 披肩 挂画 从广州十三行装载上船 踏上远洋之路 月秀航档迎来高光时刻 月秀外贸订单源源不断 连清代诗人也感慨 五丝八丝广断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除了热爱买买买 伊丽莎白衣室还在英国倡导成立 英国刺绣同业工会 从中国进口丝绸融线 组织英国工人学习月秀针法 做成高档服饰品 作为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月秀确实非常华丽多彩 那它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 它在我们广东民间工艺中间 想要有构图饱满 绣制定高立体 色彩辉煌 热闹荣烈 这个特色 我在出差的时候 经常会在国际上看到很多月秀的身影 比如说当我看时装秀 当我在逛美术馆 或者是逛跳蚤市场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月秀的工艺 那除了本身的月饰文化气质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 推动千年月秀持续地走出去 历史上我们这个越港澳大王亲 就是一个对外消球的轻流 它通过香港澳门这个特色的窗口 跟我们这个华人华侨的努力 把大量的月秀修到国外去 既推动了整个王亲的卸满联系 还有推动我们这个文化自信 文化软势力 月秀在针线中串联起古今人对美的理解 商业交流在此碰撞 融会中西审美趣味 金丝融线中 它技法超群 所描绘的风图万物 既是里南 也是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